38名化学兵全副武装 手握消毒喷枪缤分多路 把厕所 手扶梯 楼梯角落 全都仔细喷一遍 转运站以及台北车站 南港车站以及桃源机器A1站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预计大概这一两天 就会完成一次的喷嚣 十大场域的部分 每个礼拜都会执行喷嚣一次 北市府出动国军33化学兵 因为淘际疫情往北延烧 北街更出现了确诊者妒忌 快过年了 不少人都决定返乡团圆 现在各个捷运站 也涌入大量的人潮 只是桃源的疫情 不断往北扩散 现在有一个桃源机场的防疫人员 他曾经连续五天搭乘台北捷运 而且他曾经到过 人潮最多的台北车站 要回去过年 我们是大学生 就是蛮担心的 因为毕竟就是桃源跟台北 也算是生活圈的一部分 所以就还是会怕 今天今天不出去了 所以我们早点回家 民众人性黄黄不是没有道理 根据北街统计 去年从初一到初五 每日平均运量高达122万人次 过年期间的大众交通工具 儼然成为高风险传染场所 那就是有一些传染链呢 其实已经在进行的 那因为他没有被框到 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其实有可能被曝露在病毒之下了 那这些人没有什么戒心 他只有在一个偶然的场合 他才被诊断出来 那这种是最麻烦的 因为这种诊断 他被诊断出来 他不然已经传几波了 就怕还有隐形传播链 潜伏人群中 除了交通据点 北市168家防疫旅馆 还有人口密集的夜市百货公司 也都是倾销重点 要把可能酿成传播的隐形来源 全面阻断 华语新闻慧宏与李嘉倩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